兒子,媽媽經常跟你說 好像蟲蟲哥哥那樣,學多點生意嘛 你都沒有醫生,經常在打遊戲 Hello Kids,This is Uncle Wilson,蟲蟲哥哥 好,小朋友,學習其實真的要用耳朵的 為什麼?因為你要聆聽老師的說話 而學習的英文生字,Learn 原來裡面都藏了一隻耳朵 真的?一起來看看 今天白班上,除了有耳朵之外 還有兩樣的文句 而這兩樣的文句 就是我是正正我們學習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的 有些什麼? 有一支的圓筆 還有一塊的拆膠 那圓筆、拆膠和耳朵 怎樣幫到我們穿Learn呢? 等等,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什麼字,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首先,圓筆 好像Uncle Wilson這支筆 是不是好像一個L呢? 對喔,是一個L來的喔 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寫上一個L 然後,耳朵 相信之前有看過影片的小朋友 就已經不需要重重哥哥再多說 耳朵怎樣寫的了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寫上 E A R 耳朵 好啦,我們有LEAR 最面這個的拆膠是什麼呢? 我又給5秒的時間 大家猜猜究竟還有哪個英文字母 原來拆膠代表最後的那個英文字母就是letter 哦,是這樣的形狀? 難道它是... letter N 原來就是letter N 哇,所以我們去拼寫 學習的時候只要記得 原筆 耳朵 拆膠 那我們就可以拼到learn的了喔 又等重重哥哥寫出來先 第一個英文字母 learn 是l 然後是耳朵 e a r 最後就是拆膠 letter n 原筆 耳朵 拆膠 l e a r n learn